在郑俊英因偷拍心爱视频散布到聊天群被立案后 郑俊英视频就成为了韩网热门搜索关键词 还有一份号称是受害者名单的郑俊英名单在网上流传 韩国警方今天宣布将对网上的郑俊英名单以及郑俊英视频展开严打 散布这些资料的人以及发文所求资料的人都将面临法律严惩 警方工作人员表示按照现行法律散布非法影像将面临5年以下刑期和3000万韩元以下罚款 而散布视频外加捏造虚构事实则将面临7年以下刑期和5000万韩元以下罚款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